可以說回德寶遠線 在1985年11月正式成立 王家師姐做了第一炮 有了遠線後有沒有很難解決 片源是否每一年要多拍攝 是的 因為一條遠線 一年都要差不多35至40部戲 如果你的戲很票房可以做三四個星期 你就不用了 平均一個星期做一部是52部 有些是兩個星期的 有些是一個星期的 有些三個星期四個星期都有 很厲害的都不是四個星期 平均兩個星期是26部 沒有的 有很多一個星期的戲 80年代有沒有那麼多獨立製片 什麼叫獨立製片呢 即是不是電影院的擁有人 或是化紅公司去拍的戲 譬如《金公主》《新藝成》那些戲 那些不是獨立製片 因為是我有戲院 我有片上去 即是上去跳舞 於是於是便要生產 我們叫用家 即是邵氏 邵氏自己是戲院 那他便便要拍戲 因為如果不是 你現在人家拍別人不拍 獨立投資的人不拍的話 那你想什麼 那你自己保證有產品 你便自己拍 如果不是有這些戲院關係 這些化紅公司關係 就叫做獨立製片 所以我記得好像1986年 德寶是有15、16部自己拍的 其他就是別人的 別人那時候出錯 接手邵氏演繫 那時候邵氏是說過 口頭的 是說他們拍的戲都會拍 但是不知道拍多少 都會排 那希望他有些 他有 走在家和 我記得很多 走在家和 那你也沒有他扶 你又不是有 拍子黑字的合約 那時候不懂這些 其實你可以拍子黑字 但是拍子黑字沒有用 他拍不到 他說我沒有 我不拍 那你也沒有用 他拍什麼出來給你 他再要加一些 不是我邵氏的 是阿正的 你也沒有他扶 真的要 要走法律 所以這些不爭 所以同時也要找片 也要找外面的片 除了自己拍之外 當然這就是令得寶 多產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要有片緣 這是事實 你也很銳意去找新題材 新導演演員 你怎麼判斷那件事 那件事有沒有效呢 其實我自己心目中有一個尺度 每一部電影拍不拍 投不投資下去 你是從回報利率計的 你這部電影這樣的陣容 這樣的題材 你會是一個星期的電影 還是兩個星期的電影 還是兩個星期以上 我意思是想畫 三四個星期的電影 即是很簡單 譬如我們使用三寶 你閉上眼睛 兩個星期以上的電影 是千多萬至千萬以上 如果有六百萬至九百萬票房收入 那些就叫兩個星期的電影 那你就自己計算 另外有些小一點 再不行的 可能只有三百萬 左右三百多萬 四百萬以下的票房 那種 叫一個星期的電影 那你自己會大概 去衡量到 當然啦 你不要一百分之一百 但你會知道 所以我分成ABC 譬如我每年有多少電影 因為我自己看著當機做人 很簡單 聖誕年 聖誕年 有兩檔 聖誕 復活節 這三大檔 因為十多是假的 然後暑假 另外一些小一點的檔 中秋 重陽 這些還有小的 你不要管 都有人要 都有人爭 暑假當然是 暑假 你怎麼說都好 你都有五、六部電影 整個暑假 八個星期的電影 八個星期你怎樣 有些三個星期 四個星期 你自己分秒必爭 你自己要看 糟了 明年暑假 我有什麼人 有些外面拍電影 有些跟別人合作 我們沒有跟別人聯合 譬如你說聖誕期結糧完 舉個例子 他本來是復活的 是 但熊金堡的大喇叭 是排聖誕的 但熊金堡拍不及 過程中 八月、九月已經知道死了 他趕不及 不行 我們趕吧 所以我便要把聖誕期結糧出來 名字也要改成 我和張宏玉琼、林之祥 初初是汽水炸彈 初初忘記了 初初不是叫聖誕期遇 預備上聖誕 復活 所以便要改 我記得 我講到 作為一個短線的擁有人 我們必須要看著檔期 來計片完 是不能不計的 你明年聖誕是甚麼片 農曆年是甚麼片 變成農曆年片 我們不可以 我們沒有他們那麼大的資源 和那麼厲害的東西 人家最佳拍攝 人家有成龍那些 我們不要跟他們硬撼 我們不如小一點、輕輕一點 叫富貴逼人 那個製作成本 是沒有得比的 但我們走家庭喜劇 這些就是被重就輕 有些我們打難仗 有些不跟我們打難仗 好像等格黎明 對著徐黑人 上海之夜 但我們都是廣哥年代 我們是退後 大家不打 大家老有記 其實在德寶這個時期 John哥你自己有沒有 哪部電影較為滿意 或者有一個情懷 其實我有幾部戲 有很多部電影我自己都很開心 喜歡的 但只說一部就很難 對嗎 聽完電腦政主 我都很喜歡 最愛我都很喜歡 五秋天的童話 一定不成功 有很多部電影 我自己都很喜歡 有很多部電影 阿輝很有趣 你說的那些類型片 和市場片 我們計算片 加什麼卡士 那些我又不是說 覺得 賺錢 我又不會這樣說 因為都用心去做 但沒有我自己 等到黎明 我自己是比較特別喜歡 一個人氣好 其實是吧 去到87年 87年你便開始離開德寶 7年尾 7年尾 那個原因是嗎 是否那個路線 已經不是你想的那樣 是否變成 是開始大家有些不同的看法 德寶共了8年 我主政了4年 我來之後 他們繼續了4年 我不是很清楚 我最先 因為Dixon和我 開始有些不同的意見 他有些電影 他開始比較 想參與一些 成立公司 我已經說了 我說不教你 弄錶 你不要教我 我們大家分開了 那些東西 因為電影是很主觀的 不可以有兩個人作主 如果這件事搞不清楚 就第一盞不開心 大家好朋友 不要 那就好 所以我必須承認 在我主政德寶的前幾年 Dixon是完全放手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一些 好像《地下情》 《夢中人》 等等 德寶都照樣拍出來 那些都是我喜歡的東西 所以Dixon是很有空襟 給我很闊的空間 但後來大家開始有些看法不同 那就不要緊 那我就自己弄了 我自己弄了編圖 我把編圖寫了 自動拍了一部之後 就放在那裡 公司是沒有再做事的 好像《人民英雄》 《二東星第二部》 公司又對那部戲 《德寶的城》 開始加入了 對某些戲 我覺得有時候不會的 我就說不可以拍的 你覺得這部戲不太相遇 公司不太做 立刻做 有時候不會的 我就說走走走拍的 現在你說要看討論 我說不可以討論 你不拍就我拍 現在開始這樣做 就不如大家分開 說回編圖製作社 你覺得那個方針 其實是否跟德寶類似 你自己想覺得可以走那條路 即有八兩金 或者殺手胡亂夢 都是的 但是我們不用為量而生產 我們變成一個獨立製片 我有個市場 或者有喜歡的東西 我就拍了 所以編圖製作社 是很少產的 一共四五部戲 我想說一點八兩金 其實拍攝的時候 是否挺煩呢 剛剛是三十年前八九年 是否八九年的時候 是六四 是六四的過程 你不用記住 這個字 是六四 嘩我們香港來的 六四 是六四 在那個期間拍攝《八兩金》 《八兩金》其實的背景很簡單 它是張連廷和羅啟銳的移民三部局 最後一個報告 第一部《非法移民》 第二部《七年童話》 其三部就是《八兩金》 我跟他們很拍攝 因為《七年童話》 他們之後 這個好像 我也不記得他們拍這個 中間是否拍了一個 《七小福》 《七小福》 對 很有趣 我的故事一早就有了 於是 已經回大陸拍了 那拍到中間 即是尾聲 就出現了六四 他們還要在開屏拍 那沒事了 最後拍完之後就離開了 沒事了 也沒有說 不會扣著他們的影片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沒事 但是踏入九十年代 你們好像少了製作電影 沒有 我直前最後一部是《八兩金》 多數是拍到入協會 做那些 不關事我來香港 我走了 我走了去加拿大 然後去台灣 不關你 我根本都脫離電影 即是製作 我說得明白 其實當時我《八兩金》之後 我就說我暫停了 因為我看到現在的感覺 我都沒有那麼強的 這個浴簾 我可能自己的創作也會走下坡 年紀又開始大 是有意識地的 是 那就離開了電影 其實真的離開了電影 但是為什麼 因為演藝人協會 或者導演會 都是以前做的 是 不是因為跟這些有任何關係 只是我自己換了角色 所以我九十年代 我中華在台灣開電視台 在電影界這麼多年 有什麼劇本 或者是一些戲 拍不成 或者最後被人改成什麼 有些很可惜的戲 是這樣的 有一部 沒有 沒有機會拍 也沒有拍到 那部叫《等待黎明》 不是你們看到這部《等待黎明》 原來《等待黎明》 就是《等待黎明》 然後就是抗日 這批空軍 第一批空軍 怎樣上去 跟日本人來決戰 然後就變得黎明 很好看的 周先生和唐校館長都說很好 但是那個年代是很難的 你要台灣協助之類 因為那時沒有那麼多特技 最重要是沒有特技 你怎麼拍那麼多空軍 是完全製作條件的原因 現在不知劇本去到哪裏 到我們後來創作了 你們看到《等待黎明》 在故事的時候 我說這個都可以用這個戲名 不如那個都不能拍 我們把戲名拿過來 其實現在要拍很容易 純粹是因為那個條件的關係 其他很僥倖地說 沒有什麼 我沒有遇到這些 被人改成七八八 當然沒有 我們自己改人 那些人 就是因為製作條件 因為限制而理 你的預算要縮小 這個時不時都有 我根本而同 是沒有《日報》的需求 希望他們提到香港自己的心聲 不到你不重視 你硬硬硬是沒有用的 嗯